我們說電子5哥轉型AI5哥之後 的確這個股價又漲了一波 不過要請教友明哥 如果說漲多休息 接下來還有 更具有投資價值的股票可以留意嗎 有 我認為電源供應器 應該比電子5哥更具有投資價值 我先跟各位講一下 在颱風放假之前 台北股市都跌 所以AI股大部分人都被修正 但是一定有人跌真有人跌假 跌真的部分我們要測 跌假的部分我們要接 那怎麼去判斷 我就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給各位講 剛剛子健有特別提到 超導體的部分 颱風之前你去看到 銅價的股票全部都漲停 都大漲 對不對 那我請各位去思考 如果超導體這件事情真的化 那我們就不需要有功耗 那不會有功耗 我們全部的電線都要太壞 然後銅的實驗 我們銅的用量也增加 那照理說散熱股應該要跌停 因為如果沒有功耗的話 我們何需散熱呢 你不可能出現銅也漲 散熱的股票也在漲 一定有一個是雜的 對不對 所以用這樣的一個思考來去判斷 所以今天我們就可以得到一個答案了 對 銅的股票跌停了 散熱還繼續活著 所以原則上的話 各位要去看 電源供應器也在跌 但是伺服器也在跌 但是一定有一個是跌真的 但是有一個人是跌假的 所以我們為什麼知道 SPS比如說電源供應器 它的這個狀況是好的呢 因為就產業的背景來講 它不會只有AI 它不會只有AI伺服器 它還有資料中心 它還有充電樁 而且你這些東西 全部的你的電源的規格都要升高 甚至你要快充 所以這些東西 它不會說只流行一個AI 未來你在走電動車 走這一塊的時候 它體償很多 第二個部分的話 SPS我們就看三雄 第一雄的話是台達電 第二雄的話是光寶科 第三雄的話是康書 這三個是現在目前市場上認為 產品的品質最好的三家公司 那這三家公司有一個特徵 一個是成立48年 一個成立34年 一個成立41年 所以歷經了這麼多的金融風暴 都可以不倒 而且與時俱進 產品的部分都可以再轉換 所以你各位不用去擔心 那回頭我們再去看 這三雄的比較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原因 因為他們已經開始有第二代 第二代為什麼很重要 電子公司大部分都專業心理人質 很少有第二代 一旦出現第二代的時候 對股價的企圖性一定很強 而且他們對金融工具 因為他證明他比他老爹厲害 對 所以他對股票的敏感度 或對金融工具來講 他的操作更顯熟 那如果以這樣的一個角度 光寶科有第二代 康書有第二代 對不對 好 所以我覺得 在這三家的一個公司評比裡面 目前看起來的話都很OK 當然台達電是一個 比較穩健的標的 他比台積電強 但是他沒有像五哥那麼強 但是我覺得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他才有合理的評價價值 即便他本益比很高 那代表他龍頭的地位 那光寶科的話 我認為他最高點最大量 那個一定不會是真的 也就是說最高點 不會出現在最大量上 量先價行的理論 他這個地方應該 還會被突破新高 那康書的部分更不用講 整波就是很穩定 而且各位要提醒你 因為他併了ABB的營收 是在七月份 所以八月初公佈七月營收的時候 七月應該是最好的一個狀況 已經正式的開始 那這家公司非常有人氣 因為他的現貨也好 因為他的期貨也好 康書有期貨 其實都波動率很高 所以市一檔非常非常 具有人氣的一個指標 可以觀察 剛剛有明哥 但我們看到的是 這個電源供應器三雄 接下來的表現是值得 留意跟觀察 不過我們稍後也要來看 如果說現在要找 比較低位階的股票 它的背後是有這個 雙內資來加持的話 會不會更安全呢 先休息一下稍後回來